學校水池邊 因為在施工所以為強 那是供德是赤娃的叫聲 來 再聽一次 後面的話有很多是觀音宗族 跟其他的植物 但我要講的是現在前面的這個 這個叫傘草 雨傘的傘 它也開花了 傘草是很典型的水生植物 有時候長在水邊 或者有些會長到水裡面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花的顏色 另外這個不知道是被修剪的 怎麼會這樣子短短 怪怪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精 它的精是三角形的 傘草是沙草科的植物 精是三角形的 看起來還蠻好玩的 很有意思 跟大家介紹這個是傘草 後面那個是觀音宗族 不要搞錯囉 看起來很像